去哪里 去中国 我要回国了 一个离开自己家乡两三年的人啊 终于要回国了 好激动 好兴奋 好开心 这次呢 我不是自己回去 我还要带着Erika一起回去 你呢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是吧 走吧 边走边说 哎呀 感慨万分啊 一想到要回国 真的是 哇 然后现在的话呢 要带这个Erika去办签证 要去我们中国的大使馆啊 办理 他去咱们中国的签证 这是他的那个护照 除了护照之外 还有准备挺多手续的 然后现在赶紧去弄 真的是 一想到要回国 哇 既紧张啊 又兴奋啊 哎呀 出发 现在是早上七点多啊 就是早高峰的时间 上个视频我有说 这边会超级堵车 too much job 哎呀 你看这车还一劲往里卡 这前面看不到 一大长溜 都是车 这是一个拍照片啊 也能复印的 对 就那么大点 对 后面一个人举着这个背景板 然后还用了Erika的手机去拍摄 哇 然后这个图法也是可以可以 哎呀 拿好拿好 这照片照的可以可以 然后看一眼这个啊 是一个邀请函 意思就是说呢 我邀请Erika 去咱们中国 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 if you have anything in China do the people find me really yes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哈 所以就是到了中国 好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资料要打都弄好之后 咱们就出发大使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咱们中国大使馆的外边啊 但是这边是不允许拍照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更外部的地方啊 然后在这儿就说一下 我们现在 我可以跟他一起进去 因为是咱们的大使馆 上回我帮朋友弄的时候啊 就已经就是进去过了 完了 现在开心吗 开心 开心 走 刚才在使馆里面的时候啊 这个Erika 我跟你讲 唯唯诺诺 小小惺惺 you scared a little 真的是 we are friendly very scared 真的在那儿 然后啊 在这边 我必须 我得吹捧一波 就什么呢 我去过很多地方啊 办理过很多国家的签证 通常来讲啊 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或者说 你就感觉他们在那儿卡你 他们就是想 哎 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咱们中国的使馆啊 就是只要你把手续准备齐了啊 然后合理合法合规的去走手续 真的就是一个效率 咱们这边就已经是 这叫什么缴费单啊 这个缴费单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按照上面的一个 对吧 流程去缴费 基本上就没有大问题了 然后费用的话呢 是应该是15万啊 当地币 15万当地币 大概就 400多块钱 好便宜啊 我之前办个别的地方签证 我一两千两三千的都有 最多的三千多 我去 还是咱们这合适 finish了 还没finish 开不开心 开心 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要回国了 在这儿啊 一顿炫耀 就一顿炫耀 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就是说那意思 去咱们中国是一个特别 得炫耀一下 这个八字啊 刚有了一匹 在这儿就开始 没完没了 一直打电话 我会在这儿啊 我会叫你 我会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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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吗 当然 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对 她告诉我 她要跟我们一起谈论 我告诉你吗 对 她要见你 见我吗 当然 因为我们一起去 很快 所以她要跟我们一起谈论 所以怎么 我们要去你的家 是的 一起去 我的天 这 你不要去 你别去了 你不要去 我自己去中国